中共網信辦近期發布數字中國發展報告 顯示去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50.2萬億元 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提升至41.5% 總量居世界第二 根據當局2017年對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 到2030年 中國的人工智能理論、技術 與應用總體要達到世界領先水平 中國的人工智能是否能超越美國引領世界 如果你是拿人工智慧去做監管、去做治理的話 以中國來講因為它的資料量多、人口多 而且它在保障人權隱私的這部分不是那麼的完備的話 那將這個科技應用在對比如說城市的監管 或者是對個人的評鑑 這個部分在中國來講的話 的確是它的相關的限制會少了一點 但是當我們在講到如果說比較一些突破性的發展 或者是說像比較前瞻性的發展的話 反過來就是比如說像在美國這邊思想是自由一點 然後在這個我覺得在學員的這個部分也比較有 不是靠模仿造出來的這種原創性的增長 在這個人工智慧的領域來講 我覺得在美國這邊就是也是有它的優勢的 臺灣人工智能專家杜一錦表示 中美在人工智能領域是兩個不同的發展方式 目前人們一般會從算力演算法和大數據資料儲存三方面 來考量人工智慧的領先程度 杜一錦分析 在算力方面 美國芯片產業具有優勢 而在演算法方面 中美研究人員的聰明能力相當 但是中共已經開始著手立法限制人工智能 就會產生受到限制的演算法 杜一錦表示 科技在進步 但要看是為誰服務 如果目標客戶是實用者的話 美國的發展環境 比較適合做實用者應用的發展 如果目標是為了服務政府的治理跟控制的話 在中國研發受到的限制相對會少